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 5月25号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今天有六个问题向大家报告 由于我今天约了美国政府的官员一起吃早餐 所以八点钟 所以我必须在三十分钟以内完成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在七点半向大家报平安的原因 今天有六个方面的问题向大家汇报 首先呢让我对胡舒丽女士 不是先上黄燕女士潘石屹先生表示衷心的道歉 由于呢这个我真的没有认真看潘石屹先生 处女潘处女潘啊 关于胡舒丽女关于黄燕女士的那篇微博的回文 所以我在昨天的平安直播视频当中呢 把这个人家潘石屹先生说的是到归尾去见黄燕 在那门外等黄燕女士半小时 然后黄燕女士请潘石屹先生下期吃了饭还炒了个肉菜 这是他唯一一次见黄燕女士 结果我给说错了 这个是刚才的是推友的介绍啊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刚才那个咱从来啊 声音不好的推友反应声音不好 这个这是文贵5月25号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由于我第一次刚才采用了推友介绍的一个这个新的耳麦 刚才大家反应声音不好 所以又换回原来这个了 但是呢确实是推友反应声音不好的呢 绝大多数都是可能是是自己的这个麦克风的问题 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台湾 头两天一直给我发声音 发说声音不好声音不好 结果第三天他发现他的那个其中一个麦克风坏掉了 大概其他推友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从头开始说吧 今天由于我约了美国政府的官员 在八点钟吃早餐 所以呢 我必须得在这个半小时内完成今天的报平安直播视频 今天的报平安直播视频当中呢 主要有六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让我忠心的对潘石屹先生 黄烟女士忠心的道歉 由于我真的没有认真看 潘石屹先生在这个所谓的回应 郭文贵的推文当中 说到的是 他去归委 见黄烟女士探讨规划的事情 他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 结果呢 我把说成了黄烟女士 去等潘石屹先生半个小时 我忠心的向你们道歉 这是我的错误 这就是说为什么文贵不能搞政治 我真的是不太注意细节 而且呢 我这人只要是目标准确 我这人过程我不太在乎 这样搞政治一定是灾难 但是呢 我必须向潘石屹先生 黄烟女士表示忠心的道歉 那么同时呢 我这个我也想说的事情 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北京有两万七千家开发商 如果说每个人都去归委 去见黄烟女士 黄烟女士每天都接见 我估计黄烟女士早已经是累死了 而且两万七家开发商 想去见黄烟女士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那轮不着 而且我注意到了潘石屹先生说 是一个朋友介绍 据我所知 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因为那也是黄烟女士的领导 这个我曾经在2001年和2000年 都是三次去归委 当时的这个归委的主任是谁呢 是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女士 那个时候去归委 那个门得进三道港 如果上楼几乎不可能 你只能到业务部门 能进归委的门的人 就可以做一个地产开发商 一个所谓的前期开发部 进那个门 大家都知道周围那两个胡同里面 车永远是停满的 那就是每天车上车下都是送你的 全北京城可以去看看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那个时候我去 我去归委的时候是谁呢 是当时的北京一位副市长 让我去的又一次 我在那等了三个半小时 见了当时的一位归委的副主任 后来是还有一位归委的办公室的人员 三个小时还给了我天档的面子 第二次去是北京的市长让我去的 而且还有中央的一位部级干部 让我也等了两个多小时 在同一个会议室等的人给我聊天告诉我 他是中央那位政治局委员上去的 也是等两三个小时 所以说按照潘石屹先生这个说法 只等半个小时 还请潘石屹先生吃饭 你的面子也够大了去了 还给你弄了一盘肉 所有北京的开发商 你可以去问问谁能享受如此之待遇 黄润女士是觉得你长得好看 你写微博写的多 你买的那一千二百万的姜丝粉 对他有影响 那时候还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情况来看呢 那更加上名的问题 那你这个潘石屹先生 你是绝对有后台的 另外一个 关于潘石屹先生 我再次的呼吁 我看到了明镜和平先生 一再呼吁 希望我们两个应该代表中国的开发商 上一次明镜的直播项目 在明镜的电视当中 我们应该好好的 去探讨一些你说的和我说的问题 我强烈的呼吁潘石屹先生 出具所有你的项目和我的项目 和我的项目 咱们之间所有的皮肤手续 并且回答观众的问题 更重要的 我觉得我再次的请求 潘石屹先生起诉我 起诉我 重要事说三遍 那么这个事情我再次向你们道歉 我这个理解错了 另外一个呢 我想再次说的回复 回复 这个胡舒丽女士 胡舒丽女士 财新杂志刚刚报导的 关于我和 托尼布莱尔先生的关系 还有阿联酋所谓的认识 我想再次声明的事情 托尼布莱尔先生 是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家之一 他对中国非常非常非常之友好 为中国在国际上的 严好的形象 国际关系做出过巨大的很多次的贡献 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我能认识托尼布莱尔先生 已经十几年了 十来年了 非常之荣幸 也在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是我的认识的国家元首 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之一 那么我跟他没有任何商务合同 我们都是认真的为这个国际关系 中国和国际关系 在这个无私的做出很多的贡献 在这里呢 为征得托尼布莱尔先生的同意 我不方便多说 但是胡舒立女士又说到的是 我和阿联酋的认识是 托尼布莱尔先生介绍 而且20152013财新杂志造谣造到如此之程度 这个瞪着眼胡说八道如此之程度 把一个财新杂志一个公众媒体的杂志 这个扮成这个样子 实在只有我们国家这种体制 还有这个外国法治到中国就无法惩罚他 还有背后有后台到过台的支撑 这样造成了一个怪物 我和阿联酋认识是十几年前 其中有两个原因 我儿子在英国读书长大 我儿子的同学 其中就有阿联酋的皇室成员 而且我和阿联酋的国家主权基金的若干领导人 在十多年前就认识 而且阿联酋驻华大使 在2003、2002都是我朋友也是皇室成员 而且这个中东三个国家以上的皇室 都和我的家人和我本人都认识 在十三年十五年以上 这个财新杂志瞪着眼胡说八道 不但如此 把这个西方媒体报到 托尼布莱尔先生的东西 东架西街弄到文贵身上 还有一个我们什么 中阿基金三十亿美元 阿中基金和中国这个开发行投资的 是我促成的一百亿美元 我们的中阿基金我只是一个其中的投资者 那只是我其中基金最小的之一 投资是一百二十亿美元 总投资额未来 募集资金不像封闭式的基金 是一千亿美元 这个你所说的三十亿美元 在我们基金里边 连年费都不够 而且它只是我们投资的很小标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报道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再一次的执行盗国贼们的这个目的和想法 毁掉文贵在国际上的朋友圈和信仪圈 然后毁掉我的经济来源 你继续试试看能不能做到 你继续试试你看能不能做到 这个所有的胡舒立女士 这个她的团伙就是潘石屹 叫处南潘处南潘 还有我们的小手黄燕女士 以及海航和盗国贼们的利益集团 你们共同的一次一次执行的所谓盗国贼们的政策 和一贯的对我这个打击执行的六条之一 你把那个窗子打开一下 缺氧了 开那边 这边声音太大 开那边 开那边 OK 开那边 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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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我让你开窗子 我们让你开灯 OK 这个 这听不懂 这没办法 这个 她们执行这样的政策 对我这个进行新的执行是个大击 这个是大家一看都明白的 非常好 穷途末路啊 也就这几招了嘛 我说你 重复的使用 你们越使用的越好 这样把我的朋友 把我的很多 你们这个担心的事情 看那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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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声音太大 这个 所有这些执行和这些政策 最终毁坏的一定不是我郭文贵 是你们 因为你让我多了更多朋友 同时通过这个报道更加证明了一项 就是胡舒立女士过去把我全力的猎手 最后变成郭文贵确实是全力的猎物 不但如此 郭文贵从过去一个农民 没文贵 草根 后来只有一个靠山 李友 还有马建福长 那么现在逐渐证明 你过去所报道的我和令计划是朋友 周永康是朋友 郭伯雄是朋友 这些都是假的 现在发现我这人嘛 还跟这个 酋长 王子 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 国际有人是朋友 一次一次打破了你过去的报道 从过去的叫什么全母啊 叫什么我也没搞明白 那些报道逐渐打你自己的脸 现在呢 你一步一步的把郭文贵 通过丑化我 然后通过逐渐报道 偏离事实 越来越靠近事实的报道 把郭文贵的名声做大了 这一点我必须感谢胡舒立女士 感谢财新杂志 请您继续写 而且我再次请求胡舒立女士 尽快来到美国告文贵 千万千万不能停 谢谢 那么这是我的 关于第二个的回复 第三个呢 现在呢我最近比较忙 比较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面临到关于大家想知道 由于爆料引发的三个方面 对我的这个每天吧 24小时最近联络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的善良的老领导 跟我正面沟通的 老领导人好心善 但是得到信息都是假的 那么我再和他说是正面的合法的渠道 跟他正在沟通 所以这样将占据很多很多的时间 而且呢我也必须面对这个善良的 心善的 来自很多假信息的 实际上被盗国贼们所利用的 这老领导和我的沟通 那么我要真诚相待 绝对珍惜 不管他如何不知道真相 但我一定全力以赴 跟这位老领导把事情做好 因为他是代表着正义 而且他心底是很善良的 而且想把事是做好的 我也珍惜 同时呢就关于我太太和我女儿 这个能不能回去的问题呢 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 没有强调说 现在已经说了二十天 不一定说已经二十天回去 可以呢 多待一段时间 我太太要治病 我太太现在脸上取的全是包 这个瘦的真的是 我都无法想象 这个每天 因为他不看我推特 也不看我这个视频 所以我可以说两句 哎呀他这实在是太糟了 我女儿这个抑郁症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这个沮丧 而且呢 前几天晚上 这个我一个朋友来看我 我女儿这个 第一次啊 第一次这样的 完整的听我女儿阐述了这事情的看法 我目瞪口呆 我女儿说 爸爸你没有 你要不让我和我妈回去 你不能代表我们做决定 剥夺了我和我妈妈 这个和亲人欢聚 朋友欢聚 和我们在国内的事业 你不能这个因为你让我和我妈妈 这个远离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和亲人和家人 你不能代表我们做这个决定 然后呢我太太呢就一再的说 一我们要向老领导呢这个承诺一定要兑现 否则以后对 我还没孙子 没孙子 对子孙无法交代 子孙无法交代 还有 以后他没脸做人了 他觉得他就是个骗子 那么同时他觉得我现在呢 做法太过极端 太过极端 他相当担心 所以说呢这几天呢 我压力反而非常之大 因为他没来吧 之前吧是苏念 现在来了以后 他的这种慌恐 担心 还有这种身体状态 和他对我的这个事情不全面了解 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 他也不懂得这政治啊 经济啊 还有自由啊 民主啊 他都听不懂 所以说这种困惑压力 巨大 巨大 基本上都是负能量 而且我每天还有很多商务上的会议 所以说呢 哎很难 晚上呢 就唯一的两个小时睡觉时间 这个能 我太太经常就是一天晚上几次乍醒 我在这边慢慢的看手机的时候 眼花缭乱 她喷一下就醒了 喷一下就醒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这个非常非常难受 但是这只能更加坚定我追求 以法治国郭七条的绝心 因为不能再让中国人有这么多的 像我太太这样 像我女儿这样 像郭文贵这样事情发生 这不太糟糕了 真的是所有的村友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 所有私人企业家们 一定要记住 有一天郭文贵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事情 郭文贵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一旦发生到你们身后 你们很少人能想象这种痛苦 和这种难以承受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方面呢 我现在是来自北京的 就是说官方的老领导的沟通 来解决问题 第二个这个方面的呢 这个团队呢 是来自于华盛顿的啊 北京的啊 这个现在呢 昨天已经到达了华盛顿 这是通过官方啊 所谓的中美这个这个 这个习主席和川普总统 达成的几个政治协议 落实为由 想尽一切办法 由说和做挑战交换 将郭文贵遣送回国 或遣送第三方 让文贵闭嘴 这人这个这个团的领导呢 人恶 心黑 手段 卑劣 这是第二个 我还得对付他们 所以我的律师团队 我的各方面朋友 基金全力以赴都上 得对付他们 这个 我们还得以合法手段 然后各方面了解对方出手 然后和美国各方联系 这是对付第二个方面的 这个这个来自于中方 中国国内的对我的这个 这个打击的这种力量 第三个力量呢 就是说 现在是一 胡淑立女士 潘石屹先生 潘处长 黄处长 还有海航 还有地产商其他领域 香港的建制派议员 还有这个我提到的那几个 即将要爆发的几个领导 还有傅政华 傅卫华 这兄弟两个 还有这个来自于咱们的公检法 各方面的力量 哇塞 这一下突然间我这几天 我觉得 哇 来自于香港的黑道白道的威胁 游说 来自于这个东莞的李友的黑道白道 来自于北大的各个领域 法治 美国关系 来自于中国的熊光凯先生 这个熊光凯在美国过去 那是大乡人啊大乡哥哥 情报界军界号称中国老大呀 美国确实太多朋友了 那这个来自各方的游说 香港的这个黑白两道也是这样 我的朋友 不认识的认识的都有 一系列的这个这个游说和恐吓 大家真的是不发现我看都看不完 我听都听不完了 那么呢这些人的下面呢 就是在美国呢通过黑道 所谓的收买这样那样的组织 对我威胁恐吓 大家也看到了 从这个过去两三天五毛换身份了 换马甲了 为什么呢 你看五毛最近不是把上游骂你了 一看就是五毛 现在名字起得很高雅 照片绝大多数是女士的头像 然后呢 以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个角度 赞成的同时 然后把我再侮辱一遍 否认一遍 然后这个五毛的水军的力量 是最近以来 这是我半年爆料以来最多的 就是在舆论上开始 然后胡舒立女士前面报道 这个潘石屹先生这个微波回应 然后呢这个各海外的控制的媒体 现在突然间翻转 开始批评 从过去的怀疑没成功 到现在说你没爆不爆料 郭文贵的视频叫做爆平安视频 不叫爆料视频 这个质疑 用更多的质疑和否定 来压制我的声音 然后害客手段一眼再加 大家看到我们的手段 一个个一会儿害了 一会儿给你害了 然后我们的电脑也是害 这个各种手段全有了 也就是下三路 下三烂 黑道 黑手段 第三路的领导 主要是盗国贼 他的利益集团 采用了下三略 卑虐的手段 来对付我 这是我说的第三大问题 第四个问题 现在是比较可怕的 全球发布会 全球发布会的这几天呢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 真是超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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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想象 最近占了我精力巨大 占了巨大 除了对付这些这三个团之外 很夸张的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全球发布会得到了多个国家和NGO组织的支持和关注 现在上千家媒体 不是八百家媒体 现在已经是上千家媒体 特别是自媒体 各种的提供资料和各种的参与的要求 这个是前所未有 我这几天开会的时候真是前所未有 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新型的科技啊 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那么同时我们希望多种语言 然后呢多种人参与 同时呢新的presentation 新的传送方式 然后是海陆空 希望打破中国这个长城的墙传输进去 在这个全球发布会这个问题上 现在就是有关的证据 是我们最大的这个一关 就是只要你在美国的法律要求下 你公开这个数据 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 不管是视频还是文件 涉及到了隐私 涉及到了这个银行信息 涉及到账户信息 身份信息 住址信息 非常之严肃 包括视频啊 大家还关心点视频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太复杂了 但是呢 非常兴奋 因为我强烈的一天一天的感觉到 全球发布会的时间 和它的形势 极为重要 极为重要 所以呢我这个 发自内心的 我想告诉所有想参与的人 你们提供的资料 对我帮助太大了 你们的参与 对我帮助太大了 你们对这一次的期待 给了我巨大的动力 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 退伏老兵的同志们 朋友们 老前辈们 还有范雅的和一珠宝的 还有雷洋事件的 包括杨改来 杨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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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孩子那几个事情的细节 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个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时间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是我们约了三个时间 一个是七月份 一个是八月份 一个是十就是十一月份 而且我们这个十月份呢 就根据十九大会议决定后的前一周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十九大有十一月份的前一周 前两周 就在它的前一周我们会公布 我们也有可能全体发布搞两次 但是我们目前是 如果搞一次的话 就搞在十九大前一周 如果搞两次的话 八月份一次 这个十九大前一次 那么所有想参与媒体的朋友 希望你们千万别再给我发这个更多信息 我们届时会公布 所有全球发布会的标准议题 和大家参与的方式 到时候希望你们跟我们会议组联系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是同时再一个我想说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大决定 重大决定 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 和六月十号之前之间 决定在明镜火拍 文贵爆料第三集 终于派来了 半年后第三集也不容易 第一季的第三集 第一季的第三集 在这个明镜火拍节目当中 文贵将向所有的退休暴政将有新的爆料 将有新的爆料 而且这个爆料是有新的证据 不多但很重要 现在对待文贵的爆料 我就不想再说别的了 全世界各国都组成了 国政府组成了24小时的翻译和即时报告小组 它已经成为全世界二百个国家 一个政治关注的世界 而且所有的爆料的结果 这个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关注中国的一个话题 而且文贵所有爆料 涉及到的证据是没有一个人来否认 还没有一个人拿出证据来说 这个文贵爆料是假的 而且所有的爆料 这个爆料的真实性 没受到挑战的同时 它的效果 它的实际作用和事实和影响力 可以说是超过了很多很多人想象 但没有超过我的想象 没有超过我的预想 在国内可以说达到 包括港澳台 不论是官方还是穷人 还是要饭的 还是我们这些草根 无不欢呼缺越 它已经亚然成为2017年 已经真实的成为2017年 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政治事件 和最大的一个新闻 而且每时每秒都在发酵之中 那么这个事件导致的结果 任何人都不知道 但我相信对我过期条的诉求 是一定能达到的 会帮助的过期条的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第五大条呢 核心就是6月16号 10号之间在明镜火拍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退友们多多参与 多多参与 我希望在那时多回答一些问题 就有关海航 其他的金融机构 海外洗钱 包括有一些最重要的证据 震撼世界的证据 我将公布 而且这个证据 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有关认证部门 鉴定部门的鉴定 所以说这是第五大问题 第六大问题 我要向大家宣布的事情 很可能 很可能 在6月16号 我将有决定我终身的 决定我终身命运的重大决定 重大决定 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 卖盗国贼们 想把我推向了另外一方 如果6月16号前 有些事情无法落实 文贵只能 把现在绑架了国家机器的盗国贼们 这些人现在所作所为 把我推向另外一方 到那时候 郭七条将重新我要修改 我将有重大的 关顾我生死的重大决定 即将公布 那么现在的盗国贼们 我能感受到他们给国家 给国家包括习主席 带来的危险危机 我深信十九大 顺利召开 或者说召开成功的可能性 非常之像 因为我强烈的感受到了 这个现在 盗国贼们用的这一切切的卑劣手段 都在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盗国贼要在十九大实际控制十九大 而且在十九大以后还要控制十九大 而且他们用了偷换概念 控制了国家机器这种特殊的这种权力 在欺骗习主席 欺骗国家 欺骗人民 这个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是不能忽视的 所以说我在六月十六号的时候 可能将做出重大决定 这个决定决定了我的生死和未来的去向 也决定了我爆料的最终的目的 我可能别无选择 我希望我能沿着锅七条往下走下去 这是我的人生 但是如果某些事情发生 我别无选择 我在六月十六号左右会做出公共 这是第六条 衷心的感谢所有的推友 对文贵的关注 对文贵的关心和担心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现在用推友的要求 我要把小狗给大家 看看 一看就亲我呀 Snow先生 你太可爱了 这两天可爱的简直不行了 袭击巨大 袭击巨大 跟我超好 就一样就是拉屎尿尿 就是到处在不同的地方拉屎尿尿 好 哎哟哎哟哎哟 哎哟还咬我呀 不行这样了 哎哟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时间到了 我要陪这个朋友跟这个政统官员开会吃饭去了 衷心的祝福所有的推友们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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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